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松 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里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北京下雨了,然后外面有点冷 这个天气非常不好 希望在听或者在看这个视频的各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然后因为我家邻居 然后最近在装修可能有一些噪音 会影响我们的视频,我尽量把这个噪音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吧 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口语的一个话题 叫What's the most popula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your hometown 就是说在你的家乡或在你的城市最普遍搭乘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或者最流行的或者说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好,这个题目也是亚斯科与part1的一个高频道一个题目 问这个交通的 好,拿到这个题目呢 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回答 我喜欢说,well,to be honest 那就是说,通常来讲吧,in general in general I would say that I would say that 其实有很多种交通工具 对吧,就是比如说 基本上,就大多数城市都有什么 就是那个 输出车,然后滴滴,然后 Uber,然后地铁,然后公交 还有一些私驾车呀,还有一些什么拼车呀 还有可能有什么 那个磨滴,对吧 就是说打磨滴 然后反正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都有 还有陈铁,对吧 可以说,there is a quite mixed variety of public transport in my hometown 好,这边就是,首先就是用了几个failure 就是这个开头一个衔接性短语 然后呢,再告诉考官 就是在我的家乡有很多这种的不同的交通方式 公共交通方式,对吧 然后呢,毫无疑问的肯定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不管是大家出门上学或者上班的话 可能有的人开车 有的人打磨滴 有的人用滴滴Uber 有的人骑自行车 有的人走路 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比如说地铁和公交车 对吧 好,所以可以这么说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would be subways and buses 好,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还是说地铁和公交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使用地铁和公交呢 就是要拓展一下自己答案 对吧,就是我之前讲过 就是说在你回答完问题之后 你要讲一下原因 要不然考官会直接问你why 然后呢 那就没有必要 所以呢 还是说 自己主动讲下原因吧 比如说讲 这个 the most obvious reason is that 就是说为什么用公交和地铁呢 因为很明显就是说 因为首先票价便宜 再一个是它比较准时嘛 对吧 准时 嗯 而且平时比较比较多 比较高 然后就说 but they are affordable 就是这个比较便宜 我不用去不用一个稍微更好一点的 affordable 负担得起的对吧 affordable oh sorry 对没错 affordable and reliable 就是准时的 我可以说就是可信可靠的 然后呢 我就想最后找一下结尾 就是说 so that is um why most people um choose uh the public transport 然后 um 就是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 嗯 在这个城市里面转悠对吧 就是出门就搭乘就是travel travel around this city 好 这样子呢一个完整的答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嗯 首先呢这个答案并不是很复杂 然后呢基本上的词汇没有什么难词都是大家能够常用的词汇 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词汇就是affordable和reliable就是比较好的 嗯 一个答案里面不需要每个单词都很好 就是有用用一些一般性的词汇合适的词汇 然后再加一些一两个亮点的词汇 非常就已经ok了 而且这个答案大概有那么两三句话已经 嗯完全符合part1这个题目长度的要求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林松 嗯很 就是建议各位呃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我会嗯更新更多的这个视频发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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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